自古以来 中国都有着后葬之风 古人誓死如是生 认为人死后 灵魂会前往另一个世界生活 而另一个世界的居所 就是自己下葬时的林墓 所以不管穷富 人死后都会往官国中塞一些财物 而这些东西 也导致历朝历代盗墓案件 贫发 皇帝作为全天下最富有的人 死后的皇陵中 更是塞满了奇珍异宝 为了防止皇陵被盗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 都会安排守灵人 这些守灵人是谁 他们靠什么谋生呢 守皇陵清闲宽裕 与死亡并存的差事 清朝的皇帝在登基之后 便开始修建皇陵 与皇陵相配套的 就是守灵人团队 初代守灵人 主要执行巡逻守卫 祭祀典礼 修缮等任务 与此同时 公众的内务府 还会派遣专业的工人 和差役 维持皇陵日常运行 内务府人员 大多住在绕陵峰水墙以内 离皇陵中心更近 内务府的营房 被称为圈 比如在青东陵 前前后后 共有八个大圈 这些圈多成点状分布 以各个皇陵为中心 逐渐连点成线 连线成面 慢慢有了小集市的模样 这些圈经过几百年的繁衍和变迁 逐渐演变成今日的守灵村 而现在的村民 也多是当年守灵人的后人 当时守灵人的职位人数固定 而差役的数量 却随国式的起伏而变动 和招工一般 发展好了便多招显 条件差了便少招显 各个部门在皇陵的日常运行中 各司其职 各尽其责 整个皇陵的软环境结构 便搭建完成 俨然成为一个与世不同的小社会 所需所够 应有尽有 不轻易与外界相通 既然这般完善 那当时这群守灵人的俸禄又如何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 清朝的普通百姓 年收入约二十两 数量上虽说不多 但购买力却不弱 足够买一座京城的房子了 而守灵人呢 据记载 乾隆时期的永灵 位居三品的最高长官 一年凤银有150两 凤米折银九十两 养莲银二十两 朝廷拨给的养善地 各四百八十亩 而最低的七品官员 他们月工资有二两 各级养善地九十亩 在青东陵和青西陵 守灵的官员 每月都能领取到凤银和两米 虽算不上大富大贵 但也是衣食无忧 除了固定工资外 守灵人还会收到 随机掉落的皇家福利 皇帝的赏赐 比如康熙曾多次赐给 守灵官员牛羊 马匹 以及金银财物 特殊的政治地位 终身制 工资走财政按时发 不纳税 动不动 还有布匹等福利补贴掉落 一年清明中元冬至 岁目四大祭 每月朔旺日二十小祭 每逢国家重大庆典 也举行告祖祭礼 守灵人过着清闲又宽裕的生活 这也是他们最鼎盛的时期了 王朝长久的保障 让他们放下了居安思危的观念 这可是皇陵 怎么可能会苦着祖先 由于生活安逸又有闲时 百年来大多数守灵人 逐渐养成讲究和享乐的心态 不懂节约 也不考虑往后 在清后期 严重的财政赤子 使得清政府削减了 守灵人的俸禄和逼的口粮 他们的生活质量每况愈下 不负当年的精致与讲究 而当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际 他们的好日子似乎也到头了 首灵人的示威 挣扎 分化 1912年2月12日 溥仪宣布退位 清朝灭亡 同年 民国政府颁布了 关于大清皇帝 辞位之后的优待条件 其中提及 首灵官员和差役的俸禄 响迎 自此由民国政府支出 民国也会设立 卫兵妥善保护皇陵 然而不到三年 民国政府便不能全额支付 这一笔庞大的经费 只能一减再减 首灵人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生活开始变得艰难 他们不得不向皇室申请 出租风水墙外的土地 获取租金 以补贴差役 维护祭祀的进行 但令他们想不到的是 在1924年的北京政变后 这一优待条件也被磨去 除了皇家私产外 其他一切尽归国有 从此 首灵制度消亡 首皇陵也名存实亡 首灵人下岗 失去了一切生活来源 只能依靠自己的一双手 重新创造 被当时社会认可的东西 民国政府为了安抚世代 以首灵为生的人们 做好过度工作 将陵园内的土地 按人口一一划分给他们 失去了清王朝强大的保护伞 以及丰厚的利区使 许多原来地位较高的官员 开始纷纷逃离 另谋高就 而底层的首灵人 因世代扎根于此 首皇陵的历史记忆 和家族传统 深深植根于他们的脑海之中 首皇陵在更多意义上 成了一种习惯 有人会主动背弃 自己的故乡和祖先吗 此时 首皇陵不仅是一种 谋生的职业了 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 他们形成了 有着共同生活习俗 语言 服饰 观念的村落 亲族在这里 家在这里 那未来会在这里吗 其中一部分首灵人 由于习惯了坐享其成的生活 便直接将自己划分的田地租聘给别人 靠收租谋生 有一部分人挟家带口 离开去别的地方 以谋生存 还有些人学习务农 尝试自己种地 然而 因为首灵人脱离大社会环境太久了 他们不知生产 也不懂经商 没有一个可以糊口的手艺 又正值民国时期 军阀割据 覆巢之下无完卵 那段时间 他们着实过的戚风苦雨 首灵人的分化与变质 从这个时刻慢慢明显起来了 人人都知道 黄陵是座宝山 有人克制住了 但有人伸手取宝了 在朴素的价值观影响下 一部分人遵循乱世之中 人不畏己天诛地灭的观念 在他们看来 守黄陵只是一份谋生的手段 既然活不下去了 盗黄陵就是最快的捷径 另一部分人中 有的还没有形成传世文物的概念 只是隐约察觉到 祖宗们毕生守护的物件 哪怕如今它失去了守护的价值 不需要他们继续守护了 也不能任由着人 这般糟蹋祖宗的心血 他们也不屑于做出盗保的举动 与此同时 国民政府派来守灵的卫兵 由于工资不能按时足额发放的问题 对林木的安防情况 也处于一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状态 他们对黄陵内的东西兴趣更大 但这一切都只发生在私底下 他们选择闷声发大财 直至1928年 军阀孙殿英明目张胆地将军队开往青东陵 以不得耽误正事为由 命令士兵将附近的闲杂人等一律清退 随后又派人潜入了黄陵 炎尔盗陵般地用火药强行破开了林寝的石门 并搜刮了慈禧和乾隆的陵墓 便卖了陪葬品以充军须 盗墓事件被全国指向后 引起轩然大波 清朝皇族遗老遗少 纷纷要求民国政府严惩孙殿英 并给予说法 民国政府却将此事轻轻放下 这件事也加剧了当地守陵人的分化 渐渐地 守陵人不再局限于一村一地和后辈们 黄陵的意义也逐渐多样化 现代的守陵人与护陵人 新中国成立后 东西陵的人和普通大众一般翻身做了主人 清皇陵也由国家统一设置了文物管理处 有了现代科学的护陵人 从1978年后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守陵村的发展事态良好 村民的整体收入也呈上升的趋势 2018年 借助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 清溪陵所在的翼县 通过翼城五驱四代 高质量地完成了脱贫致富 在百年的时间里 冷冰冰的黄陵被一个个凡人 沾染上了俗世的气息 这也契合了文物本身的特征 黄陵除了是黄陵本身外 他还被打上了守陵人深深的烙印 尽管宝山的象征意义与原先不同 黄陵也展现了新时代独特的价值 无论是清朝历史的研究素材 还是清朝艺术的探索与重现 黄陵作为载体都当仁不让地 成为了新的宝藏地 或许有一天 黄陵地区会成为研究守陵人 演变历史的绝佳之地呢 守陵人的演变历史 也可以讲得十分有趣 与此同时 守黄陵这件事 也在守陵村里传承了下来 生于此 长于此 并以此谋生的人们 与黄陵同样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当地的孩子们在那些传说故事里 在成长经历中 在大人们的口口相传中 了解到了祖先们守黄陵的过去 代代传承 他们对邻居有着更深厚 更复杂 更热烈的感情 黄陵不只是文物和遗产 它已经转化为故乡 结合了过去和现在 和他们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成了新时代的守灵人 还有部分守灵人始于兴趣 通过努力加入了现代护灵人的队列 不知道大家对守灵人有什么样的评价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